不惊云找到了武功尽费的熊霸 要杀了熊霸替霍家装报仇 熊霸 你该还债了 不惊云 该来的终归是要来 我也正在等着你呢 谁也没有想到 优弱会替熊霸挡下这致命一击 弥留之际的优弱看向不惊云 希望能用他的命抵消熊霸的罪过 见到这一幕的众人都不禁大受感动 熊霸抱着优弱痛哭流涕 弱得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下场 已经没有了活下去的动力 他站起身来走向不惊云 表示对他来说死反而是解脱 要不惊云杀了他报仇 熊霸 你女儿幽弱 她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又是换回了你的一条命 我希望你好好珍惜 多管闲事的无名救下了熊霸 这也导致熊霸野心不死 重新从云端服务器下载回了三分归元器 实力大增更上一层楼 不惊云也没有多做计较 转身离开饶过了熊霸 熊霸抱起优弱的遗体 心中满是悔不当初 画面一转 不惊云回到了霍家庄 见到了苦等多时的楚楚 他要好好弥补对楚楚的亏欠 夜晚降临 两人坐在门口看星星 狼情欠应以以我弄 不惊云趁此良机拿出了一个木雕 当作礼物送给了楚楚 楚楚见雕刻的是自己 满心欢喜很是感动 不惊云继续趁热打铁 要将木雕当作定情信物 见证他们之间的爱情 在不惊云的多次聊播下 楚楚献上了自己的初吻 然而两人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 一场突如其来的呕吐 打破了这份短暂的瓶颈 楚楚回想起破妙发生的事情 在结合自己呕吐的症状 一个答案呼之欲出 自己怀上了剑城的孩子 很快不惊云也知道了这件事 他的心中可谓是五味杂陈 一时之间有些难以接受 楚楚不忍心不要孩子 自觉无言面对不惊云 收拾包袱准备离开霍家庄 却被等候多时的不惊云教主 恳求楚楚不要离开她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我们一起抚养她 这是给孩子的 她在明年年头出生 生效熟马 不惊云的宽宏大量留下了楚楚 楚楚拿着木马勇气大增 决定和不惊云一起抚养孩子 为了更好的照顾楚楚 不惊云带着楚楚来到了乐山大佛 她已经厌恶了江湖恩怨 决定就此封建归矣 和楚楚共度没有斗争的平凡生活 随后不惊云扔出绝世好剑 将绝世好剑放置在了江水之中 划分两头 天池十二煞夺取天下会后 遭到了无神绝功的袭击 无神绝功的大少爷决心 成功剿灭了天池十二煞 将天下会改为了无神绝功的分斗 不久之后 两顶轿子被抬进了天下会 一男一女从轿中走了下来 他们正是无神绝功的主公和主母 美人 你看这天下会的一草一木 如今都属于无神绝功 你可高兴 只要你有心为之 别说是天下会 就连天下也归你所有 二世念峰在此定会大吃一惊 这无神绝功的主母 竟是他的母亲炎银 也是网友们调侃的强者标配 绝无神拥有两个儿子 一是何炎银所生的小儿子绝天 做事冲动毫无心机 深受绝无神的喜爱 二是贡献天下会的大儿子绝星 成辅即身为人心狠手辣 却很不受绝无神的待见 绝星早已立志 要为爹儿还有弟弟拓展霸业 从不敢妄想要接掌无神绝功 不敢妄想最好 为父爷属于绝天接我的位子 就算你有心争权也是行不通的 网面一转 武林至尊得知无神绝功入主中原 显得忧心忡忡愁眉不展 至尊身边的公共健壮 竟说他有办法可以帮至尊 那就是要至尊让出武林至尊的宝座 决心扮做至尊的样子里带陶江 将至尊悄悄抓回了无神绝功 绝无神得知此事非常高兴 又拿出了一份名单交给绝星两兄弟 这首卷里记着中原武林近二十年来 所有新旧高手的名单 为父要你们一举将他们擒下